不要以为随便抛个苹果无声大哑,中国就脑出人命了,出生婴儿从此可能半生瘫痪。 高空抛苹果害死宝宝,出生婴儿头骨粉碎脑出血,以后恐怕半身瘫痪,中国东莞是一名妇人上周五、九日,抱住仅三个月大的外孙女在户外散步,与婴不醒遭一个从天而降的苹果击中,导致右侧头骨粉碎重伤,脑内大面积出血。 中国媒体报道,女婴被宋院抢救,至今仍生命垂危。 医生表示,即使女婴康复,最终都会半身瘫痪。 报道指出,警方已介入调查,寻找高空抛物的真凶。 事发地点位于东莞堂下关蓝碧桂园,动静妇女带住外孙女米果下楼散步,原本打算抱回家让米果睡觉,不料靠近大厦门口时,米果击被一粒苹果击中,苹果随后粉碎变成残渣沾满妇女与女婴全身。 女婴被苹果击中后陷入昏迷,脸香忽然惨白,头部水肿,家人将女婴送院抢救,接受两次手术抢救后,仍未脱离危险期。 主诊医生表示,其头部CT图现是,头骨出现粉碎性骨折,导致大脑右侧,右侧顶部和脸须严重脑出血,即使脱离危险期后,仍会出现后遗症如肢体瘫痪等状况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